手持盾牌衝鋒槍特勤中隊 全副武裝破門抓人 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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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遠景就要攻入屋內 裡頭嫌犯竟然直接開槍 衝突一觸即發 就怕傷及無辜 警方立刻開槍犯擊 上演警匪對峙 嫌犯當場被擊中兩槍送一擊救 就我們在看電視 看到警察很多車進來 發現是警察在攻劍 本來就知道應該是 不是什麼好事情 警匪槍戰發生在新北新店 10號中午12點多 當時北市警方跨區辦案 持拘票來抓人 沒想到陳姓嫌犯拒捕 還朝警方開了一槍 接著就從二樓往下跳 一樓遠景劍撞 立刻朝他開了六槍 其中兩槍擊中嫌犯的腹部 以及右大腿 其實陳姓嫌犯開槍 襲警已經不是第一次 2021年3月在西門町 當時他因為拒捕 朝小隊長開了一槍 同年12月在新北永和 與警方爆發槍戰 遠景裂開11槍 打中他的腹部才乖乖就範 另外去年10月 他在淡水獨家 再次拒絕燃箭 還沖上檳榔灘 警方朝輪胎開了四槍 順利逮人 雖然收押 但因為罹患 箭凍人疾病 多次獲得保外就醫 警方在嫌犯身上搜出槍枝 以及毒品等證物 誠信嫌犯次度因為跟警方爆發槍戰被抓 會不會又因為箭凍人身份 獲得交保成為怨檢 頭痛難踢 靜新聞 黃關委張錦涵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